你真的以为我是傻子吗 对不起 是我意识糊涂 是我老婆的案件有新消息了吗 没有 所以你们二位这次过来 又是要问我 关于我老婆诗中的细节是吧 看过你的笔录了 没什么营养 我们就是想聊聊 为什么你给纳文三百万 还有 静心慧 讲真的 我不知道纳文律师会遭死不测 你觉不觉得 纳文的死 跟那个他要卖给你的秘密有关 那个秘密 是不是跟静心慧有关 你了解阿信吗 阿信他很聪明啊 之前的他很好相处 直到那一次 他的先生杰老语出轨之后 他整个人就变了 我很后悔 那天晚上其实我不应该 跟他发生那样的事情 阿信 你真的以为我是傻子吗 对不起 是我一时糊涂 你的人生需要被拯救啊 静 自从那天过后 我老婆纳木就把阿信 接收到了金行慧 其实我也不知道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反正就是阿信加入之后 整个人都变得奇奇怪怪的 她在这里 阿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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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愿赐予你祝福 儿女人的悲优 那后来呢 后来那么说 他在那里展现了前所未有的自信 和热情 他变得非常的吹响 懂得如何去跟人打交道 懂得如何去包装自己 很短的时间 他就已经获得了奥一的信任 他成为了整个金星会的焦点 直到那一天 从今起来 我会在静止 我会不会再谈到公民 阿信会会承认我 我会在静止咱们当中的 我会这样做 我会不会 让阿信练签 去做接待员吧 奉献不分大小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面 阿信就已经取代了纳姆的位置